女人扇子一挥 放出数十只冤魂 而对面的老者只是一抬手 便将其悉数钉在半空 他刚想乘胜追击 对方却突然现身在后方 下一秒 他们便掉进了碎石漫天飞的世界 老者不愿伤及性命 劝告女人快快离去 回到现实世界后 女人久久不能回神 就在这时 一张扑克牌飞了过来 为等老者做何反应 一个小丑扮相的男人凭空出现 一刀将其捅死 老者认出此人是自己的徒弟二头青 他此番必定是为了金丝大挂来的 这是他们戏法界的至尊法器 老者赶忙嘱咐一旁的小学徒 带着金丝大挂和三块石碑去金门 交给戏法协会的三大长老 老者拼死拖延住二头青 成功让徒弟逃离 时间眨眼过去半年 又到了戏法界一年一度的金门一就会了 到时 三大戏法家族的后生都会参加 胜出者便可赢得金丝大挂 他们分别是 手速惊人神出鬼没的堂壶 擅长机关道具的理工科大神 离眼镜以及专攻幻术的奇双 这三大家的后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很快金门一就会开始 三人在后台起了口角之争 都是年轻气盛的人 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厉害的 口头上争辩不出 三人便决定上台一较真假 他们拿来金丝大挂 当众宣布要给大家开开眼 看台上的三大长老健壮 则是坠坠不安 生怕金丝大挂有什么闪失 然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堂壶一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再仔细想想 去脱拿金丝大挂的时候 有个紫衣女人撞到了自己 恐怕金丝大挂就是在那时候 被人悄无声息的掉了包 这下可惨了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赶紧去追了 只可惜他们来晚一步 对方已经坐上黄包车跑了 堂壶不死心 追了整整一天 最终在一家酒店前 找到紫衣女人 堂壶当即上前 索要金丝大挂 谁知对方放下箱子 就开始脱衣服 原来这其实是二头青的伪装 虽不知道他是谁 但堂壶肯定不会让金丝大挂 被堂儿皇之的带走 他二话不说扔出飞镖 准备强行夺回手提箱 可对方却是十分不屑 一抬手 就让雨点停在半空 堂壶本以为是普通的幻术攻击 可奇双仔细一看 却发现这竟然不是幻术 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中缓过神 就被二头青打倒在地 三人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其二连三的 对其发动袭击 二头青随手打出幻术 让堂壶陷入无尽的恐慌之中 很快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奇双健壮 便准备上前 用幻术与二头青博弈 他好歹是三大长老之一的弟子 幻术水平在行内可是佼佼者 但二头青却只当奇双 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 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事实上 二头青有骄傲的资本 因为这三人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被耍得团团转 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也只能灰头土脸的 去向师傅交差 一听金丝大褂丢了 三位长老是心急如焚 自知不对的奇双 发誓要在五天内追回金丝大褂 他们不知道的是 同样盯上金丝大褂的 还有某协会的会长刘胖 事实上 二头青就是被他手下 花重金请来的 本来以为能拿到金丝大褂 谁知道这家伙 竟然卷钱跑路了 得知此消息的刘胖 差点没被气出心脏病 手下健壮也只能保证 会尽快将金丝大褂追回 与此同时 堂壶三人也展开了行动 俗话说得好 人多力量大 虽然他们之前有过摩擦 但这次必须要联手 在那之前 得先选出一个领头的 三个人谁都不服谁 最终决定靠比赛来决定 谁先查出二头青的去向 谁就算胜出 堂壶果断选择东边 这里靠着火车站 是最适合逃跑的路线 齐双选择了西方 这里是贫民窟 最适合藏身了 李衍静则信誓旦旦的压了南边 那地方有一个戏法机关的黑市 要想解开金丝大褂的秘密 当然得去黑市 就在三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负责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 说二头青在北边的和声古董店 争论了半天 合着他们都完美的 避开了正确答案 当天晚上 三人来到和声古董店 李衍静轻松撬开大门 里面摆放着的一架钢琴 则引起了堂壶的注意 他敲一敲琴键 立马就反应过来 这钢琴是个机关 每七个音符 由不同的材质构成 连接着的是机关的部分零件 要想解开机关 就得弹奏出相应的曲子 幸好李衍静的师傅 从前做过这类机关 所以他对此比较熟悉 稍微一解释 齐双就知道该怎么弹了 很快 他们顺利破解机关 后方的第二扇门也就此打开 里面坐着的正是二头青 看着追上家门的三人 他依旧不慌不忙 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就化作一堆彩带 消失不见 但座位上却留下了一本书 李衍静一转头 却发现二头青掉死在了外边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 对方却诡异的笑了 紧跟着脑袋分夹 只剩下身子在胡乱进攻 明明没头 可他的动作丝毫没受到影响 甚至打得堂壶有些招架不住 李衍静健壮 赶紧掏出工具箱 这是个变相的枪 看着是挺厉害 可伤不到二头青半分 他刚准备离开 齐双却悄无声息的 发动了幻术攻击 将其拖进幻术中的世界 本以为能就此困住他 谁知却被二头青看透真身 最终他还是逃离了古董店 好在堂虎推算出了 他的下一步动机 他们一路追查过去 很快就在一艘邮轮上 找到二头青 三人没有打草惊蛇 暗中跟踪悄悄观察 二头青带着几个女手下 进了房间 门外有两个人把手 装金丝大挂的手提箱也是机关箱 晚些时候 邮轮举办舞会 本来想浑水摸鱼 偷走金丝大挂 没想到刘胖突然带人杀了出来 当场劫持了堂虎三人和二头青 在二头青的指示下 刘胖让人把金丝大挂 扔进了火盆里 衣服烧完 剩下一捆金丝 在月光下展开后 展现出来的是传奇的天官戏法图 这东西价值无价 刘胖本以为目的已经达成 但二头青怎么可能轻易收手 他很快就打死了刘胖一行人 现场只剩下堂虎三人 而二头青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传说中的天机路 这东西就藏在 邮轮目的地的小岛上 晚些时候游轮到站 二头青提前离开 堂虎三人也趁机 打晕晕杀手们逃了出去 他们一路寻觅着 来到一个地宫 结果一进门 就掉进了幻树陷阱 周围摆放着八扇门 为了顺利离开 如果不能找出生门 就会被困死在这 偏偏擅长幻树的奇双 在这时晕了过去 剩下李眼镜和堂虎 只能挨个尝试 每试错一次 就会踏掉一条路 就在两人心急如焚的时候 奇双突然醒过来 找到了生门 而他们前脚刚离开 后面就完全塌陷了 之后 三人继续寻觅着 二头青的踪迹 前方的路充满暗器 稍不留神就会丧命 但是他们已经 没时间再耽搁了 索性拿上武器强弓 闪转腾挪躲避着袭击 再剑缝插针扔出飞镖 最后打烂暗器成功离开 下一关是棋局 整个房间 有一个巨大的棋盘构成 还没等他们搞清楚原理 二头青就突然出现 劫持了棋双 只留下唐虎和李衍静在棋盘上 二头青威胁他们进行生死对弈 他们需要在破解棋盘上的棋局 胜者生败者死 实现为二十分钟 如果不能及时破局 这里就会塌陷 到时候一个都活不了 在二头青的威胁下 唐虎和李衍静也只能赶紧下棋 眼看着时间要到了 两人却突然停下了动作 棋局变成了合棋 他们顺利通关 就在这时 一根柱子生出来 上面托举着银记录 这是戏法界各位元老的毕生心血 唐虎绝不能交给二头青 他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再次以棋双的性命向妖邪 救人心切的唐虎 也只能不甘心地把云记录扔过去 但二头青还是不肯罢休 再次发动幻术困住了唐虎 他叮嘱李衍静去救棋双 自己则准备留在这儿 独自应对幻术 在这里 唐虎看到了一辈子最不想面对的事 那是他小时候的经历 唐虎第一次跟着父亲登台演出 他负责在暗阁下打开机关 让父亲躲进来 谁知中途出了意外 暗阁怎么都打不开 结果导致助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剑插进了父亲体内 因为这一个事物导致他惨死当场 这件事就成了唐虎的心结 二头青想用父亲的死压制住唐虎 却没料到他竟然解开了心结 只是其双和李衍静已经被绑了起来 救人心切的唐虎 二话不说冲上去 此时的他已经跟之前不同了 唐虎看透二头青的把戏 十分轻松地破解 并将其反压制了下来 二头青愤恨地向他们控诉自己的遭遇 当年他白丁出身拜师门下 二头青勤奋好学 师父却不允许他练习西洋魔术 最后砍断二头青的小指 将其逐出师门 他苦修西洋魔术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来报仇 现在师父已经死了 二头青却仍不满足 他要毁掉云记录 毁掉戏法人所谓的心血 唐虎等人则指责二头青 是在耍小孩子脾气 这么大费周章 搞得兴师动众 不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怪不得他打扮成小丑 原来本质上 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 表面上看着骄傲自大 其实背地里就是个自卑的可怜宠 三个人轮番轰炸 成功给二头青说破坊了 他在恍惚间 想起拜师的时候 自己是如何不受待见 想得越多 二头青就越恨 而此时 唐虎却突然想起了他的真实身份 二头青的本名叫白莫 唐虎三人都说 他其实是戏法界传奇的人物 白莫甚至被写进了天际路中 其实师父早就肯定了他 当年将白莫逐出师门 是因为听信谗言 误以为他步入歧途 后来师父了解到真相后 追悔莫及 所以特地在云基路中 添加了对白莫的赞颂 得知真相后 他也彻底放下了多年来的恨意 此时 山洞已经要坍塌 白莫扔出天际路 让唐虎等人离开 自己则被碎石淹没 长年于此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 云基路天官戏法图 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的作品 确实值得赞扬 但这个内容 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我全程眉头紧皱 说是弘扬传统文化 可实际上片中 也没什么戏法尽头 更多的是在装神弄鬼 而且许多桥段情节 明显就是抄袭来的 你可以写不出好的剧本 那也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 抄袭了就是道德法律的问题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扬